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别人拍完哭戏装花了变黑了 程毅哭完装花了反而变白了 别的演员拍哭戏的时候哭完后装花了 就变黑了 可是程毅呢 他拍完哭戏后装花了 反而变白了 脸上留着一道被眼泪冲出的白痕 一般在拍戏的时候 大多数演员化妆都把自己网白了的话 这样上镜的时候看着皮肤更白皙 更好看 甚至有些女演员不是特别白的 画的脸和脖子都不是一个色了 可是程毅呢 因为他是天生的冷白皮 不用化妆皮肤也特别白皙 但是这就造成了显得和他搭戏的女演员 就特别黑 所以他会把自己网黑了的话 所以他会把自己网黑了的话 包括手指都会涂上黑粉 就样看起来就会比女主黑一点 更贴合角色一点 可是一场哭戏下来就露了线 程毅一场哭戏哭得稀里哗啦的 然后脸上就留下了一道白痕 才开始看剧的时候以为程毅的肤色就是那样的 结果装花了才看出来 这孩子是往自己脸上涂了多少黑粉啊 程毅这样的白皙好皮肤 真的让我们女生好生羡慕 他说他也是会晒黑的 但是几天就白回来了 爱奇艺尖叫之夜 大家把手伸出来见证荣誉的时候 他的手是最白的 比所有人都白 和肖顺瑶莲花楼新烂微博扫楼时 主持人说他们是一黑一白 其实主持人说的是衣服 但肖顺瑶马上就说你说的是肤色吗 确实是 程毅在肖顺瑶边上真的是白的发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